第四十八集 自打上回冷泉宫避暑之后 莫若慧的脑海里 要偶然扶过顾正冲说话的样子 也有偷偷地想过 若不是莫腐败了 没准自己真有机会当太子妃的 只是一向不敢深想 是才在房里听完莫太太和姓仁的话 惊喜之余却止不住地疑惑 顾正冲明明上将军府来求蒋白的 为什么转而求自己呢 是权宜之计 是顾全大局 还是 因此心里不踏实 她并不像莫太太那般激动 反而拼命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只去关心蒋白的事 这会儿听得顾正冲的话 心里疑惑进去 知道顾正冲也像自己一样 心中已有了自己 这才提亲的 并不是权宜之计 这当下 胸中全是喜悦 红着脸对上顾正冲的眼睛 颤着嗓子道 我选 太子殿下 莫若惠选顾正冲 却在众人意料之中 这会儿她话音一落 众人自然满口送词 一时满听全是恭喜的声音 莫太太激动得又差点晕过去 好在杏仁再三提醒 接下来还有许多事情要办 是晕不得的 她这才挺住了 带得莫若惠选定 任元皇帝这才朝众人说道 好了 现在轮到白姑娘选了 听得任元皇帝的话 上杰和贺元各个看向蒋白 只希望她能明白自己眼神递过去的意思 蒋白自然知道 上杰和沈夫人不合 这会儿看着自己 肯定是让自己不要选沈天同的 至于贺元的眼神 她却猜不透了 这是让自己不要选谁呢 一时也懒得去猜 只站起来朝人元皇帝行了一个礼 催生说道 皇上因我自由扮作男娃养 一向没想着嫁人这个事 如今求亲的有四家 我也不想听什么表白的话 只想问一句 谁肯入赘 谁愿入赘 我就选谁 寂静 厅里突然呈现极度的寂静 众人全被蒋白的话惊着了 四家求亲的人中 一位是福王 一位是蜀王 一位是荆轲探花 一位是青天剑之孙 居然问他们 谁愿入赘 这只有将军府的家 才有胆子说这个话 却不知道谁有胆子 硬承下来 听得蒋白的话 上级和贺元却安爽 小白 好样的 看这回 不把他们全难倒 今儿他们全涌上来提亲 本就让人头痛 无论选谁 都会得罪其他几家 一桩好事 还不知道 会不会演变成以后的祸事呢 现在好了 小白这个话 正好把他们难倒 让他们知难而退 不愿是将军府的角 胆子够大 人缘皇帝虽也有些瞠目结舌 却暗地里击掌 好样的 这样的角 配给原围才合适 也才能治得了他 母后以后 也不用再烦心 没人拘得住原围了 一时笑吟吟地看向众人道 白姑娘的话 大家也听到了 你们谁愿入赘呢 入赘就代表着以后 要低人一等 且要抛却自己府里的一切 驾进将军府 贺信之虽喜欢蒋白 这会儿也嘀咕起来 带抬头看看其他几位人选 见他们也脸色各异 一时到镇定下来 嗯 白哥肯定是怕得罪他们 索性就说出入赘来拒魂 反正我和白哥同龄 还得过两年才能成亲 这回大家都求不成才好 拖得他们这些人都成亲了 没人来争了 我再上将军府求亲 自然一求一个准 也不会得罪人 顾秋波一听入赘 却是正诛了 且不说自己是郡王身份 就说闽王府只有自己一位儿子 也万万不会让自己入赘的 况且喜欢一个人 想要取进府是一回事 入赘倒是另一回事 这事儿 对了 一定是白哥觉得 选了我的话会得罪王叔 影响我们叔侄的感情 这才说出这个话的 今儿的人中 肯定没人会答应入赘的 全得落空 带他们走了以后 我再回头求婚就是 因这样想着 一时也不作声 沈天童这会儿感叹得不行 堂堂男儿 哪个肯入赘 我宁愿学院知叔叔一般 辞官归故里 带着你一起走 也万万不会抛却自己的姓氏 抛却自己的亲人 入赘将军府的 不但我不会这么做 今儿来提亲的人中 相信谁也不会这么做 白哥 你这么说 是想让其他人知难而退是吧 带他人退去了 我重新求一次亲便是 这会儿 且看大家还有何话要说 顾元伟 却已从孟小夫那儿得知信息 知道蒋白准备选贺信之 心下正着急 听到蒋白 说出入赘两个字 不由瞪大眼 隔了一会儿 才摇摇头 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 抬眼观察 众位哥一眼 见大家皆没出声 这才站起来 严肃着一张脸道 白哥 我愿意入坠 哐 不知道是谁的杯子 突然滚在地下 碎成几瓣 茶水因湿了地板 好几位夫人 惊得成了木雕 截呆呆地看着顾元伟 人员皇帝 一口茶水差点喷了出来 不敢置信地看着顾元伟 皇帝 你好样的 果然和将军府这位姐儿 是天生一对 众人下巴掉了一地时 顾元伟看着蒋白正在当场 一时唇风满面 哼 我是谁 我可是堂堂亲王 就算我真的想入赘 你们将军府敢答应吗 真的敢把我娶进来 严重怀疑你们的胆子 到了最后 你们一定会让小白 驾进福王府的 而不敢要求我 驾进将军府的 小白 你好生准备嫁妆 代嫁吧 福王殿下居然答应入赘 中尾夫人醒过神来 一时以为自己听错了 各自询问别人 想证实自己耳朵没有出毛病 福王殿下 嫌强连头发都敢剃掉 答应入赘 有什么奇怪的 安平侯夫人最先反应过来 同镇男夫人嘀咕 白鸽敢当着皇上的面 提出要跟入赘 福王殿下自然就敢答应下来 只是怕将军府不敢接受而已 哎 姑且不论将军府敢不敢接受 且说福王殿下 既然当众答应入赘 白鸽就反悔不得 这头婚事是坐实了呀 咱们只等着喝喜酒吧 镇男夫人感叹着 看一眼顾原为 和正在当地的蒋白 摇摇头道 哎 白鸽终是年纪小呀 不是福王殿下的对手呀 我真的没有听错吗 唐智翠忘了刚刚还敌视沈玉照 这会儿问道 福王殿下真答应入赘了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 沈玉照自言自语了一句 听到唐智翠相问 冷笑道 将军府这回 是不得不答应这头婚事了 问题是 将军府敢接受 这么一个入赘的女婿吗 沈天童再三确定 自己没有听错 以时心如死灰 心下自存 换作自己是福王 以自己的个性 也难以当众说出 愿意入赘的话 或许 这一回的求亲 是注定失败的 神愿知情的金牌媒婆 本是京城里的铁嘴 先前甚至帮长公主的儿子提过亲的 最是能说回道 名声响当当 今儿进的将军府 居然一句话也轮不上他说 行事就千遍万化 现在好了 不单见识到将军府的姐儿 当着皇上等人的面说要昭叙 还见识到福王殿下 应成入赘 自己这次的眉虽然做不成 但线下的建文 也给自己的媒婆生涯 添了一笔谈资 今日之后 自己的名声 一定会更响的 却说将军府的丫头们和管事们 待正过后 全都沸腾了 哎呀 福王殿下 要入着咱们将军府呢 白哥要娶一位亲王的夫婿呢 不得了的大事呀 这次的事 肯定是京城里最大的新闻了 哲贵在厅外候着 这会儿转脸朝希儿说道 不好了 你叫姑娘以后 要叫白哥婶婶了 婶婶 希儿张大嘴 想着末若慧叫蒋白婶婶 然后蒋白脆声映下来的场景 忽然打了个寒劲 正正地说道 不叫婶婶 叫福王妃成吗 这会儿众人一边讨论 一边上去跟顾元伟恭喜 顾元伟笑得一脸灿烂 斜眼看着蒋白 见蒋白朝自己翻白眼 却不以为意 只乐呵呵地向上杰和贺元说道 还请蒋老夫人和京军夫人 尽快择了几日 迎我进门 这是什么状况 上级和贺元不由倒抽一口冷气 相顾苦笑 半赏贺元方道 福王殿下 小白年纪还小 这迎亲的事 待他集结之后才提吧 也好 那先定亲吧 顾元伟见人员皇帝 做一个不忍促毒的表情 只黑黑一笑 我也要一点时间准备嫁妆的 对了 骗礼方面 你们从简就成了 不用太花费 将军府众人漠然 彻底无语 蒋白被众人送回房间时 又有些争论 暗暗嘀咕 福王殿下 果然要盖着红盖头 嫁进来了 正嘀咕着 姓人进来说道 皇上和皇后 领了太子殿下走了 只吩咐爷嬷嬷 和老夫人莫太太说一下 封太子妃的礼节 各位夫人 也领了歌陆续告辞 别的歌还好些 可怜那个童少爷 那个黯然伤神的样子 连我看了 也为他难过 乔香乔 事才没有出听 这会儿 只拉着姓人细问 顾元伟答应入赘的场景 一边问一边笑 乐得不行 蒋白却拖着头沉思 挂了一会儿问道 这个事儿 真的做准了吗 事才不单众位夫人在做 连皇上皇后也在做 哪儿推脱得掉啊 姓人不由笑道 白哥 你不喜欢福王殿下吗 倒没有特别不喜欢 就是想着要娶他 心里头发怵 蒋白仰脸说道 他刚才说 要准备嫁妆时 我怎么一阵恶寒呀 众人不禁失笑 都说道 白哥 福王殿下 不会嫁进来的 他何等身份地位 将军府 哪敢要他入赘呀 要准备嫁妆的是你呀 却说上级和贺园 送走一干人后 这才和周嬷嬷说道 白哥还没急急 这成亲的事 自然得过两年才办 周嬷嬷笑道 将军夫人放心 太后娘娘也说了 这回提了亲 先行定下亲来 慢慢准备一番 过两年成亲也成的 上节见周嬷嬷刻意说成亲 却不提入赘或是迎娶的事 知道他这是想等自己提出入赘不作数 一时似笑非笑道 福王殿下 当着皇上皇后和遗众的人答应入赘 迎亲的事 且待以后再论 这定亲的事 却须得有个入赘的样子 哼 福王殿下 打量我们将军府 不敢真要他入赘 这才满口答应入赘 论起来 也还是欺负我们了 我哪能就此作罢 为着白鸽将来福王府的地位 我得为他争取一番主动权 只要定亲的礼节 照入赘的礼节办 就算将来白鸽嫁到福王府 也不容人来小看 况且 有了这一层 福王殿下 甚至不能纳侧非 只能有白鸽一个 贺元醒悟过来上节的意思 也笑道 周嬷嬷 福王殿下 虽当众答应入赘将军府 但是谁都知道 将军府一定不敢要他入赘的 这是如此一来 福王殿下 明明显显取巧了 这不提别人 敏王府肯定就不服气啊 这定亲的礼节嘛 总得有个入赘的样子 才能服众 周嬷嬷听得上节和贺元的话 却不敢随便应下 只含糊地说道 我回宫会细细禀了太后娘娘的 老夫人和夫人尽管放心 我也知道你做不得主 此事 且问福王殿下就成了 上节却想着 带周嬷嬷回宫 禀了上太后 定亲按照入赘礼节办的事 肯定要黄了 一时提了声音 向另一边的顾元维说道 福王殿下 你今儿既是答应入赘 到底有些担当 至少得答应我们 这定亲仪式上 得按照入赘礼节办 好 顾元维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自己毕竟是亲王 就算定亲按照入赘礼节办 将军府也不敢大办 只敢一丝一丝走个过场 况且 他们坚持这么做 一来能让今儿空手而归的夫人们 不再抱怨 二来 想必是为着蒋白 将来在福王府的地位着想 这两条都无可厚非 倒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他这里答应下来 见得上级赫赫园 松一口气的样子 心思一转 却笑道 不过呢 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上杰听得顾元维答应 定亲按入赘礼节办 心情大好 笑音音道 你献下 可是我孙女婿了 有话就说 待定了亲 有了名分 我希望能多见见小白板 成亲前 先培养一下感情比较好 这个没有问题 上级和赫园 齐齐硬了 蒋白这会儿在房里 无端端的 觉得有阴风吹过 一时缩了缩脖子 男男的说道 流年不利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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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